这个大书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翻开了一页两页而已 它里边的那种厚重感 它的那种神秘感 它的丰富性 我觉得实际上是有待于所有的 有志于文学或者艺术的人去不断地去探索的 我觉得实际上生活在香港的作家 应该是很幸福的 因为他们还要 他们就是距离写出一个 我觉得就是他们应该在今天 就是距离写出一本真正的史诗的巨著的这样的作家 我觉得是应该很快会出现的 因为真的应该能够配得上香港这样的一个城市 这样一个丰富的城市的文学史诗性 就是文学大书 我觉得到今天还在期待之中吧 这个可能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当然了 我们不敢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外乡人 我们一个过客 一个观光者 也仅仅有这样一点小小的体会而已 另外我们想 另外其实我个人呢 我更有点想 就是说我虽然是 就是过眼云 就是这种 就是走马光花的看了一下香港 其实我内心深处 我们作为一个写作的人 书写小说的人 其实是很想深入的了解一下 到底香港人在想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要说是香港人的 香港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现在就是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我们都很 都觉得很 可能是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缘故 我觉得都有点很 很模糊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大陆的年轻人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想法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说因为我 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那个就是挫败感 挫折感 就是我在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吧 在几 在甚至也不要太年轻 就在十年前了 或者二十 十年前吧 那个时候我要是在一个学校里 在大陆 就是在内陆 在学校里头跟年轻人做交流 就是做讲座 做演讲 那个效果是 很好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讲的恰恰是他想听的 你关注的问题也是他所关注的 所以这个中间的沟通和共鸣 就特别容易产生 所以那效果一般都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最近这一两年 这两三年 或者再往前推三五年 我老觉得我 我怎么还在大学里 比如还学校里 还请我去做讲座 回来以后 我老有一种失败感 我怎么觉得 没有我想象中间的 我期待的那种共鸣 和一种就是互相的交流 和一种那种 那种强烈的那种反响 后来我就想 那是肯定是我所 讲的问题 不是人家想听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一样的 我我觉得 其实我们今天来讲座 我和李锐 我们两个人都有一点困惑 因为我们 我想我在大陆的年轻的 在学校里讲座 现在都有点不知道 人家想听什么 那我来到香港 我跟香港的年轻人 跟香港的学生讲座 我根本不知道 人家想听什么 我就老特别害怕 我们在这儿讲半天 实际上是一个 没有交流的 你讲的 人家根本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觉得那真的是 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也特别困惑 在来之前 我刚刚在我们山西大 山西的有一个大学 叫太原理工大学 我在这个大学里头 去讲座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感到 我讲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请我去讲 讲座 我也是在讲 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 就叫文学与人生 文学与人生 我觉得这本来是一个大题目 什么东西都可以讲的 那就还结合自己的作品 因为我有 我去年前年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长篇小说 叫《隐秘盛开》 《隐秘盛开》呢 是在中国 在内陆呢 就是相对而言 就是属于这种 大家反响比较强烈的一本小说 我就讲这个《隐秘盛开》 讲《隐秘盛开》讲什么 就是我给大家讲 这个我们需要文学的理由 这个其实我们自己 因为好多人也在 跟我们讲说 将来有一天文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是会消亡的 我们都是一些平调者 就是一些平调者 文字的平调者 我们现在将来就是有一天 人们是会 是来平调的 后来我就觉得 会这样吗 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是不会的 另外我觉得 因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 人们用文字来 表述自己的情感 这个几乎 挤进于人类的本能 几乎是一种 本能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本能的东西 它是应该 包括现在 可能它会书写的方式变了 它用笔 过去用笔写 现在用键盘写 过去是写在纸上 现在是敲在屏幕上 可是要作为人 这个物种 它的本质的东西 它本性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改变 它的 它的作为这个 作为这样 这个物种 它存在的 比如说 它的精神的喜怒哀乐 也罢 它的情感的表达 它生气了 它就会 它生气了 它会吼 它伤心了 它会哭 它高兴的时候 它会笑 我觉得这种 几乎本能的东西 它从古到今 是一样的 只要人存在 人这个物种存在 它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它的这种 感情的这样的一种 需要存在 那我就觉得 这个文学 它用文字来表达 它情感的 这个本能 它就会存在 然后我就讲 这些的时候 后来 结果 这个学生就 就举手 就提问 就说 蒋老师 我发现 你跟我们 这个现在的 这个距离 太遥远了 比如说 我说 可能现在 表达的方式 不太一样了 那比如 现在的年轻人 表达情感 情感的模式 跟我们 跟我们那个时候 是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 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 确实是 比较的聪明 比较的智慧 他们懂得 天长地久 就是从爱情的角度上来讲 天长地久 这回事 是一个非常难以 祈求的一种情感 所以他们就很通达了 很通达的变为 就是一种人生信条 就是在大陆 我不知道在香港 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 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这就是一个 现在的年轻人 对待情感的一个信条 那我觉得 这是很聪明的 可是我说 不能说 因为我们现在 大家流行歌曲里 唱的 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这样表达 那就是认定 存在的 就一定是最合理的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 正因为天长地久 这回事 是太难企及的 所以说 天长地久 才是一种 人类的理想 那人类的理想 是什么呢 就说 你有人类的 理想的载体 是什么呢 就是文学 如果你们认为 你们不能说 我认为天长地久 难以企及 那你就认为 天长地久的爱情 就没有存在的 理由和价值 那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或者说 人人都只信奉 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如果大家都信奉 这唯一的一个信条的话 那我们古往今来的 多少文学作品 它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有个信条 有种相当的 没有 这种相当的 这种相当的 还是 有种相当的 未经历 都没有